在人类历史上,国王和皇帝曾经拥有绝对的权利,与过去相比。 尽管世界和国家的概念在现代社会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今天,世界上仍然有一些国王和皇帝般的家族可以凭借巨额财富掌控人类社会。 他们可以在幕后对政治和经济施加巨大的影响力,从而控制数十亿人的日常生活。 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们将为您介绍其中五个显为人知的家族, 以及他们都拥有哪些神秘的财富和权利。 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来自美国的Mars家族。 如果您很愿意吃巧克力,那么Mars家族和您的关系也非常密切。 因为几乎超市里所有的巧克力条都是由Mars家族的公司制造的。 自1911年,该家族创立了他们的糖果公司以来,Mars不断扩大了自己的财富和权利。 如今,他们的资产已经超过了1200亿美元,位居美国最富有家族的第二名。 而且,全世界的巧克力消费者还正在帮助这个家族变得更加富有。 因为在巧克力领域,Mars家族拥有Milky Way, Sneakers, Twix, Bounty, Boisto, Hubba Baba, Skittles, 或者M&M等数十个品牌。 此外,Mars家族还拥有一些知名的零食品牌,比如Miraculite,Uncle Benz, Whiskus, Chappie,或者Pedigree。 尽管企业规模无比巨大,但Mars家族的成员却非常喜欢保持低调,他们习惯于在幕后默默地运营公司。 事实上,只有公司创始人的孙子John Franklin和孙女Jason Mars偶尔才会接受媒体的采访。 Mars家族非常善于利用他们巨大的权力,以变得更加富有。 由于他们的产品广受欢迎,这个家族几乎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全球所有的超市, 决定每天每位消费者会把哪些商品装进购物车里。 Mars会定期向超市要求提高价格,并对那些不愿意配合的经销商进行制裁。 为了达到目的,Mars甚至会在已经事先签订了商品交付合同的情况下停止供货。 此外,Mars家族还会通过超市的广告和折扣活动来决定或规定他们的产品在货架上摆放的具体位置。 这使得很多大型连锁超市都在Mars家族的影响下屈服了。 因为没有了Mars旗下知名的品牌产品,很多超市实际上是无法运营的。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Fink家族。 这是Larry Fink和妻子Larry Fink。 即便大家可能从来都没听说过他们的名字, 但各位的日常生活是一定会受到Fink家族的影响的。 Larry Fink是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BlackRock黑市集团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他被认为是全球金融界最有权势的人物。 这位71岁的华尔街大亨管理着令人难以置信的9.4万亿美元资金。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天文数字,简单地说, 9.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2023年GDP的一半。 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像德国、法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在2023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Larry Fink拥有很多全球500强公司的股权。 黑市集团凭借巨大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操控着这些跨国公司, Fink家族会通过介入业务决策, 决定谁可以获得资金支持以及企业获得巨额贷款的条件。 Larry Fink本人甚至还亲自决定了多家跨国银行的首席执行官的人选。 Fink家族不仅影响着华尔街和全球的大型跨国公司, 他们在很多国家对政府的影响力也非常强大。 Larry Fink会定期与各国财政部长、国家元首和金融首脑们会面, 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许多国家还将本国的社会养老金基金作为投资交由黑市集团管理。 这意味着,每天,全世界无数位退休金正在辛勤工作的人, 都要依赖Fink家族会妥善管理他们的资金, 否则这些人将在退休后无法获得养老金。 尽管Fink家族拥有难以想象的权利和财富, 但Fink一家却过着低调而朴素的生活。 Larry Fink的父亲是一位修鞋匠, 所以他从小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 这也让他的家族直到今天也仍然过着朴素的生活。 当然,作为亿万富翁, Fink家族也会有一些奢侈的爱好, 比如收藏有价值的艺术品, 和一个坐落在纽约市郊区的庄园羊马场。 沃尔顿家族绝对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家族, 事实上,拥有2160亿美元巨额资产的他们, 就是美国最富有的家族。 那么,他们的资产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沃尔顿家族是沃尔玛帝国的继承人, 而沃尔玛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连锁超市, 拥有遍布全球27个国家的超过11000家分店, 年销售额超过了惊人的5000亿美元。 沃尔顿家族最知名的成员目前是罗布、吉姆和爱丽丝。 罗布是沃尔玛的董事会主席, 吉姆是沃尔顿家族基金会主席, 而爱丽丝则是一位艺术品收藏家和慈善家, 她的个人财富达到了68亿美元, 是全世界第二富有的女性。 作为一个传统的美国大家庭, 沃尔顿家族的成员大多居住在沃尔玛创建地阿肯瑟州的 多个远离公众的豪华庄园中。 沃尔顿家族长期致力于慈善事业、 自助项目包括教育、环保、医疗等方面的各种公共项目, 同时, 他们也会利用财富能力在政治层面施加自己的影响力。 沃尔顿家族支持美国的保守派政党, 他们认为保守派的执政纲领有助于保护传统行业的利益。 此外, 沃尔顿家族还支持学校私有化改革和减税政策, 他们会利用强大的影响力确保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可以得到实现。 接下来, 我们要为您介绍的, 是来自美国的企业家族, 科赫。 科赫家族控制着美国第二大私营企业, 科赫工业。 1927年, 科赫工业的创始人弗雷迪·科赫发明了全新的石油裂解方法, 这一创新, 为石油加工和炼油工业带来了重大的行业变革。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 科赫工业把自己的业务推广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 其经营范围更是涵盖了石油、 汽油、 天然气、 化工、 瀝青、 化肥、 食品和塑料等多个领域。 科赫家族凭借坚定的自由市场战略决策在企业界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 其财富也累积到了约1300亿美元。 在家族成员共同管理和发展企业的同时, 科赫家族也用他们的金钱建立了一个由保守派高层政治家和企业家组成的网络。 借助这个网络, 他们会通过投资昂贵的电视和在线广告, 来推动保守派的意识形态去影响公共舆论。 科赫家族主要支持的所谓查党运动, 是一个反对环保议题, 反对医疗保险和税收改革的保守派团体。 所以, 许多美国记者甚至也一致认为, 正是因为科赫家族的影响力, 美国政府才一直无法实施新的法定基础医疗保险。 当然, 巨额的财富也曾经给科赫家族带来过烦恼。 在20世纪80年代, 创始人弗雷迪·科赫的四个儿子就曾经因为他们各自在企业中的利益分配, 相互提起过法律诉讼。 最后, 我们向大家介绍的是文莱的哈桑纳尔·伯尔基亚家族。 哈桑纳尔·伯尔基亚自1968年起担任文莱首相一职, 已经近56年之久, 是全世界任期最长的国家元首。 他不仅是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同时还兼任内阁主席、国防、外交和财政部长。 此外, 他还是文莱伊斯兰教实业派的宗教领袖。 总之, 哈桑纳尔·伯尔基亚在文莱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 他共有分别来自三个不同妻子的12个子女, 居住在世界上最大的宫殿, 文莱皇宫。 这座宫殿设有1700个房间, 120公顷的室外花园, 和一个可以容纳5000人的宴会厅。 在这座布满纯金装饰的宫殿里, 哈桑纳尔·伯尔基亚还收藏着高达7000万欧元的艺术品。 此外, 他还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豪车收藏, 他的7000辆机车还配有一个专用的赛车厂。 在哈桑纳尔·伯尔基亚的执政下, 文莱社会的人权状况并不乐观。 但包括针对同性恋的死刑在内的各种政策和法规, 却很少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 这是因为文莱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木材资源, 所以,为了能够进口这些原材料, 国际社会对文莱总理暴君般的生活选择了保持沉默。